但外送結束 李先生把手機放回手機架 準備接下一單 直接那下雨天飄著細雨裡 手機還能滑呀滑的 完全不受雨滴影響 因為他說 裝了這把在外送園中 引發討論的遮陽小雨傘 我是上網買 然後再請認識的車行 幫我裝這樣 大熱天要看的時候 也比較不方便 因為陽光太刺眼 有時候大熱天 那個地圖看不清楚也很麻煩 會危險 陽光打下來 至少上面這邊 會有遮陽的效果 特別是在高雄 太陽有夠大 直徑大約21公分左右的小雨傘 紅的 黑的 天空藍 色彩好繽紛 有的改裝綁在手機架上 有的附贈吸盤 直接貼在手機上 不光遮陽還能擋雨 我覺得有用 有用 怎麼說 就是手機不讓我躺 以前手機躺到可以煮蛋 好像今天下雨也有擋到一點 路上就看到有人喝完的飲料 就把它剪成一個小方形 然後去讓它擋著遮陽 不只是手機要遮陽 外送員身上必備的袖套 微薄 連帽外套都是遮陽必需品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 網拍賣家看準外送員們的需求 大量進貨試水溫 光是小雨傘 一天就能賣出10把 不要騎太快的話 通常它都不會飛掉 它可以降低它的溫度 對 還是有一個效果在 我就有找廠商 然後拿回來之後 他說很不錯很好用 是沒想到會很多人賣 對 也有很多台北的客人 只要大太陽 遮陽小物很受用 外送員何康道秀博 也成了夏日限定的特殊景象 記者機博士林智慧 高秀博導